许久以前我一直着迷于Clio RS 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推出的那款182 那真的是我心中的梦想之车 因为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来自诸如EVO这样的杂志 对这个车的追捧 曾称其在整个运动汽车领域里面 而不仅仅是它属于的小钢炮 这个细分市场中 它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那个叫Henry Ketchpo的 那个车评人也经常说 它经常回家开它的 Clio RS182来重新审视开车 因为每次比如说它出去 开一辆法拉利或者什么这样的车 它都要回家再开一开自己的182 让自己的对车的评价能够回到 回到一个更加理性 更加水平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这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就是Clio 182是一个定义好车的 一个定义好的运动车的一个基准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基准的话 那么在我看来Clio不应该很差 所以Clio虽然我没开过 但是我心中一直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车 而且它应该在它的领域 哪怕它不是RS 应该至少在它的领域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从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销量来说 Clio很显然也确实有一定的地位 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它从雷诺5这台车开始 然后一直四代 就是我现在开的是第四代 四代Clio销售的都非常好 可以理解它不管是有RS版 还是一个普通版 应该都有非常良好的 不管是配置还是设计还是实用性 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不差 但是从我第一天开这辆车开始 我突然觉得它好像没有我心中 那个Clio的地位 或者至少来说 我了解RS和普通版之间差距还很大 不仅仅是一个更强动力的发动机 它这中也包括了对车悬架的完全重新设计 甚至包括一些配置 变速箱 周身各处吧 一台RS应该跟一台普通的Clio是完全两台车 可以这么说 但是依旧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有一些损失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到底这台车是一台什么车 它是一台2019款雷诺科有TCE75 发动机是一台0.9升直列三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76马力56千瓦 最大扭矩是120厘米 出现在两层转正 与之搭配的是一台5档手动变速器 最高车速只有178公里每小时 百公里加速耗时12.3秒 全挂是前卖部讯后扭矩 电动注意转向 如拍来自大路 尺寸是1955526型号为 Counting Eagle Contact 5 车重仅有一吨左右 还比较轻 五门五座 我这台车的配置极为简陋 没有LED大灯 没有到车微达 没有到车影响 没有任何高级的驾驶员执行 无钥匙进入 不差钥匙启动 过以加热 GPS这些也没有 有收音机 有定速巡航和限速 有启停 前排电动车窗 后排手摇车窗 这个时代居然还能看到手摇车窗 实在令人惊讶 这台车的动力非常的弱 无论是高速还是低速加速性 都非常差 我真的没法再找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 来形容这辆车的动力 因为我没有开过75马力的车 我印象中虽然我开的马力数的车都并不高 但是75马力实在应该是我开过的动力最差的一款车了 比如说像我现在 我在爬一个非常高的坡 我就觉得这台车至少要轰到4000转 这个坡度大概是20% 以我之前开车的经验 这大概是20% 然后我现在在2500转的3000转 40公里那小时上 非常费劲 这里又有一个15%的坡 然后我来说说这台车的底盘 这台车的悬架是前麦佛逊后扭力量 很基本的一个配置 很多廉价车也都是这样 操控性我很难讲 我感觉这台车的操控非常一般 没有经验到我 也没有什么信心 坐程还可以 坐程不是非常的不适 日常驾驶 特别是在罗马尼亚这种 到处都是坑的地区 这个坐程倒还 还比较舒服 我们现在下坡 减速带 过减速带的感觉还可以 这台车的绿震性 我觉得还可以 在过减速带这个问题上 但是在动态操控啊 还有一些更加极限的工况 就感觉完全没有信心 当然我可能期待过高了 因为这毕竟是一台廉价车 这是一台雷诺的基础车 非常非常基础的车 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很出跳 比如说它的仪表盘 有一个巨大的数字显示 这就非常的不正常 但是不正常嘛 其实可能才是法国车的正常 我们很少能看见一台中规中矩的法国设计车 或者至少如果它真的是中规中矩 那可能作为一台法国车 就一点特点都没有了 所以我倒也不对这个有任何问题 这个车和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测评的车款 特别是因为我只会英文嘛 所以我经常看到的是英国的 我没法看美国的 因为美国没有这个车 英国的车评里面通常这台车都有 另一种挡板的这个头 然后都是无钥匙进入 我这个车是必须要有钥匙 要点那个开锁按钮才能进来 然后开启发动机也要插进去才行 当然它这个钥匙卡很有趣 因为它是一张卡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钥匙 还有就是LED大灯 这台车的LED大灯是没配的 而在英国似乎是全息标配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台车没配 昨天我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个手套箱里面 看到了这台车的购买 是购买单 当然因为是罗马尼亚语的 所以我也没看太懂 待会我可以再翻一下 但是有一个信息我看懂了 它的购买地点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不是Kluge Kluge不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要更保持高转速在低档位行驶 才能让这台车的速度达到 需要的速度 然后加速度 要爬坡了 所谓从容不迫在这台车上是不可能体现的 这台车就是要激进 就是要战斗 这台车还有一个有点超越自我的一个定位吧 就是它取消掉了两门版这个版本 这在这个领域的欧洲的车中其实并不多见 欧洲车大多在这个级别两门版卖的甚至比四门版还好 因为毕竟是一个廉价车 如果你如果你考虑这个消费群体的话 其实他们通常都不会太在乎做四个人状态 所以在欧洲我的观察是两门版和Wagon比较多 因为两门版就是完全的单人车或者双人车 然后Wagon就是家庭用车 所以家庭需要一个三项车吗 不如Wagon更实际一些 这边也能看到 这是一辆宝来 这几天又在这边看到一些这种2002年的宝来 非常有特色 因为这个车在德国跟英国基本看不到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款车 最后总结一下 可有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小型鲜辈车市场中 南城上城 作为一个中国人 雷诺在中国市场差劲的表现 让我对他本土的欧洲市场仍抱有一些希望 然而这次罗马尼亚的市价 让我看到即使在欧洲 雷诺似乎仍保持着一种近乎鱼顿的产品楼线 售价11530欧元 约合人率9万元 在这个价位 不仅欧洲充满了更优秀的竞品 哪怕在中国 极力地豪这样的中国车 也完全不输给Cleo 我不确定这是弯道超车 还是法国人自费无功 但雷诺Cleo真的是一台令人失望的车 但愿在未来我能驾驶Reno Sport Clio 再来对比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仅欧洲充满了更优秀 不仅欧洲充满了更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仅欧洲充满了更好的